亦的主持人 你认为有了你 你的认为有你 你的认知在轮回 我告诉你 但是你一直认为有时间,你不是认为没有的,你有小时候又老了,你有的 因为你的认知所以有轮回,你认为有的,所以你没醒来嘛 你本能的认为有,你的每个细胞都认为有,你认为时间是存在的,你按着时间在生老病史在成长,一切都在生生面面 你认为是有的,你负责你怎么会叫真呢,如果没有你叫真是什么 这个世界早就放下来,没有连真先生也没有,你早就放下来,你怕啥,啥也不怕 你恐惧啊,你不敢放下自己的任何一点东西都是认为他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你梦里边有个狼追你,你会很恐惧的,你会觉得真的有个狼在追你啊,是不是 有时候还跑不动了,不是,跑了跑不动,吓得,腿都软,知道吧 是吧,但是你醒来了以后你就跟我们俩人笑了 但那个时候在梦里边你笑不出来的,我告诉你 怕死了,是啊,现在也一样啊,现在你遇到的事情你也怕死了,你说,你也跑不动 然后我告诉你不要怕,不要怕就是这样,然后你说,不行啊,我腿软站不起来 你上人家说的对我们说是没有力量,我们感悟不到 我知道,所以有佛学的次第嘛,你依止这些佛学可以醒来嘛,依止它 所以佛又说吧,你不要以为我,我说佛法是坏,佛法也说是坏境嘛 佛也是在梦里边跟你说梦嘛,比如说,我告诉你那个狼怎么打 那就是打你的烦恼,或者打你的这个恐惧心,那我告诉你怎么打,那是赤地啊 那些赤地就是佛法,怎么发心,怎么处理,怎么发布地 那些赤地是跟你梦里边说你那个打狼的事情的,但打狼的事情不存在 因为这是你的梦,所以我等你醒来了,我就可以告诉你,那些赤地没有啊 因为你都不承认有个狼追你了,你都不承认了,那些赤地就不存在了 那现在还是还得有啊? 现在还得有,所以说佛说,你没有佛法你也醒不来 所以你要依止这些佛法来成道,有的人说我们本来就是就不用修了,是不是? 所以我不修我也能成佛,不行 所以你在梦里边的时候还要学佛,学佛法 因为我们的头脑在时空里面,空着了吗? 很简单的一个系统,在过去现在未来里打转,不停的转 几十一年了,我告诉你,从地球还要古老,你这个梦一直没醒了 它会继续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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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只要你一直认为有个你在那儿,他到了终一阶级,你死了以后他还是有一个我 他认为我是存在的,这个我就在轮回 其实轮回来轮回,在时空里面就是个认知 就是对无自我的一个认知 如果这样离开的话,把我拨除掉的话,基本上就换掉了 对啊,对啊,但是你没拨掉 你知道这个自我,它是一种,它是一个对境器的一个反应 就像一个,它就像一个代码,在宇宙里面 就是,比如说我的六哥,对一个六成啊 就是我的野耳鼻舌,也对这个射身相位出发 对,这俩看起来以后,然后这个自我就开始生起这种代码 就是开始,开始滚动了 所以你对境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开始,开始着笑了嘛 这是个漂亮的,啊,这是个什么丑的啊,或者这 你就对,你就开始这个,这个代码才是自我 你要把这个代码清理完,生生世世,你一直在这儿滚 并不是这个肉体,毁掉这个肉体也没用的 毁掉这个世界也没用的,你自我还在呢 要消这个代码 这个往来就不是肉体 是,你就从来没认为你是肉体 你活在,你不是活在肉体里的 自我不是活在肉体,自我是活在时空里的 过去现在未来里的 所以你,你虽然很爱惜你这个肉体 但是你并不知道你这个肉体是什么 你照镜子的时候,其实是你看到镜子里面你的时候 头脑里生起一串串代码 就像那个电脑里面,你滚出一串代码 这个代码才是你,这个代码是你,不是这个是你 你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也不会活在自我肉体 你是活在代码 这是你自我,这个自我不会死 代码,这个叫代码是不是 就是一些数码或者是一些信息 你把它叫信息也罢,叫认知也罢 就是你身上试试的痕迹是吧 对,也可以这样,信息 就是那些信息里面你认为有个你 你是活在这里边 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大家互相之间很难理 就是你看我,我看你都是生出一串代码 我活在代码里,你也活在代码里 所以你也看不到真相,我也看不到真相 所以你滚出的代码跟我的不一样 他滚出的又不一样 所以两个人同样看我,你们滚出的代码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有你的认知,他有他的认知 所以他会喜欢,你会不喜欢 或者你会喜欢,他会不喜欢 那个代码是因为你的,就是身上试试有因果啊 有一些个性上的东西啊 或者那个思维角度决定你滚出了什么样子的东西 要消失那个代码你知道吗?就是不动 就是你眼睛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定义不分别 就是这个滚,你一动,你心一动就开始这个代码开始出来了 生出来了 这个代码是身上试试试的信息里提列出来的 你对,你这个眼睛看到它的时候 你不要动,你心不要动 这就是我说你修订,你不要动 不要动这个代码就不动 它就不拱了 然后慢慢慢慢你不要动,它就停下来 停下来那个代码就弱了,开始消失 一直不动 一直不动 什么东西来了,你都不早下不动 因为你刚开始 很多东西有的能不动,有的不行嘛 所以一直在这个滚动 这个代码,你一直这个自我消失不了 只要你的心移动,你的自我就出现 你只有不动,很长时间 这个代码才一点一点一点消磨,消失掉 最后到达空 其实就是个不动 修行,这是真修 就是修禅定嘛 就是定 说的是空,就是空那个东西啊 就空自我 因为你自我是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空那个代码吧 对,空那个代码 我是拿代码来比喻 就是因为你学电脑知道 我们不是空这个肉体 也不是空外界你看见的 是空你的眼睛看过去 里面碰到以后 你生出那个心 空这个东西你就空了 你空了肉体 空了外界都没用过 自我在哪儿 你认知度在哪儿 所以空中间那个 你不要管 当你中间那个代码消失的时候 你知道有会什么出现 这个东西跟外界缺消失 跟着代码消失掉 因为认知消失了 轮回就消失了 他告诉你 司空就没有了 司空没有了 你都没有出生过 你哪里死了啊 就是你就继续往下修 这个代码不对 这个代码一旦空了 在你的头脑里边 不再广斗了 这两边的东西就消失了 就是一个是你 一个是外城 内城跟外城 就是我告诉你 里边的角色 外界你看到的 里边的看到 在头脑 你能看到过去未来的 不是你看不到的 只是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 比如你看过 看到过去的时候 你在头脑里边 如果是计算机的系统的话 你在头脑里看到过去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一堆信息 比如小时候的图像 某一件事 穿着什么衣服 你都能看到 你不是看不到的 头脑是个计算机 它会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 就是说过去对你是有形有像的 不是一个记忆啊 你一看过去 过去的一连串的东西就会出现 你会提取 在计算机里提取什么 一看未来 未来一连串的东西出现 你担心的恐惧的像就会出现 你执着的 比如你恐惧什么 那个像会形成一个小像会出现在你 这两个东西就会 你这叫内流程啊 这叫内 你做内加鞋就是 就是不要 不要找这些东西想 不要想过去想未来嘛 然后外流程就是 当下你眼睛看过去 你看到这个杯子呢 白的 红的 杯子 茶杯等等定义啊 概念啊这些 你不要懂 不管是看里边的过去未来 还是看外边的 你只处在这个位置 你不动 你的心不动 不定义 你如如不动 安静在那 这就修正 时间很久要慢慢慢慢慢慢就 如果你一动 这个心这个代码就出来了 就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 那个数码就出来了 然后那个数码就是你 就叫自我 那才真正叫真先生 不是这个东西 你活在一个认知里 你一直活在这个认知 这叫虚拟世界 你活在这个认知 如果这个认知 你不动 它就不拱 它就没那么几点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数码就会消失 消失会停下来 停下来 停下来慢慢不过 停停停停 消失一直一直消失 消失到空 突然就空掉了 到空掉的时候 包括你自己 包括你外境 还有过去未来 在数节根子全空掉 这个时候你就震倒了 其实很简单 只是你不要找错方法 你不要修这个 修那个 你不要空外界 也不要空置这儿 你的肉体空不掉 你的角色也是一个内流 内流程 你看到 我们头脑是个 就是很严密的极旋体 只要你想到什么 它就会提取什么信息 生生世世世 就提取出来 坏也坏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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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以为你想象的没发生 它在你的计算机里面 发生过了 只要你恐惧的 它就发生 知道了 甚至你说 哎呀我未来 担心什么担心什么 它在你的头脑里面 已发生过了 所以你只要去想象 你的计算机 会在未来给你成像的 因为你的图片 储存了大量的 它会给你促成一个形象 给你出现 其实你的计算机里面 把它你的这个信息 提取在这儿 所以你在你的头脑发生了 不是那件事 在人家别人那儿发生了 比如 梁初心去担心一个孩子 那你担心的那件事 在你的头脑里 计算机里面会写像 而不是在孩子那儿写像 你知道 所以它会打扰到你 那是未来星 所以它会 它一定会打扰到你的当下 怎么会 所以过去未来 过去 修行者就是 无来遮应 过去不留 就是来了 我跟你说 我认完了 直接是放下 它就训练自己这个能力 它不动 外界的东西出了 不管它没仇够 这个人骂我 还是夸我 我心足足不动 就训练这样 它就是不管这个代码 它训练 它只要不动 这个代码就没那么旺盛 慢慢这个代码被消失 自我就没有了 知道吗 你消失了那个东西 自我就消失了 你那个东西不停下来 你的自我永远在 不是从说是一件事一电视来消失 那消失不完的 不动 闹着不转 但这个在中间有段时间 你会说这样子我怎么做事呢 我告诉你做不了事 就是这样 修行就是这样 中间这个过程没办法做事 因为它停下来的时候 这个代码滚得越激烈 越聪明 这个人 越有激情 知道吧 它越就是很敏感 就是你一点点插研 一大堆信息出来了 人家就真的是很聪明的 就是这样子很能干 很能干 但是如果是修行 他这个代码不滚的时候 你很笨的 你没反应的 而且这个人会发现 他很吃动 不反应 然后越往下 越往下最后脑子就不占了 他其实把这个信息啊 你这个自我已经开始消融了 到最后脑子就整个记忆不了 就像你想昨天的事情 比如说你想过去的事情 你只要一想 就是一想 它就好像发生在当下 因为你的过去开始消融了 你想小时候的事情 你马上感觉 它就发生在这块 而且刚刚发生过 你想未来的事情 马上它也就在你这块发生了 你就会有那种感觉 因为过去现在未来 会进入一个点 就是时空会消融 但是时空的消融是跟着你自我的消失 就是代码的消失 开始消失的 所以你这个 对镜不动啊 不动 慢慢慢慢 它就开始就能达到这种境界 就然后过去未来开始消失 时空一消失你就空掉 空掉那一刹那 你的头脑就 已经不再过去未来了 就已经不住过去未来 就是经常就说 无所住神奇心啊 或者是不住相啊 神奇心啊 你那个时候才能不住 然后你在空了以后 你突然就知道 你是虚幻的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你必须走正到这个境界 然后正到这个以后 然后呢 因为你跟这些都是虚幻的了 然后你翻过来 再无所住神奇心 就又来这个世界试线了 你就还试线一个人 但是呢 你的心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这儿空掉了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 回到红尘以后 你翻过来再修你这个肉体啊 假如你想把这个肉体 修个神通巨主啊 长生不老 你就翻过来修理自己的身体 但需要一段时间 你就很容易了 很简单 再翻过来再修 就是这个 但是有西传那儿 但是有西传那儿 那你这个说法呢 是不是对呼气的事情 没上没下来 可以休息更好 不是 那是你失忆 哦 谁家是修到那个状态 你说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 那不是 那个是他大脑 哦 但是这个是你通过修这个财定 慢慢慢慢进入一个状态了 哎 这种可以 他那种 比如说我痴呆啊 或者是老年痴呆 或者白痴 他本来就也没过去未来 但是他有过去的 你知道 他想到过去的时候 或者是 他是一个空白状态 那个空白也是个像啊 他会汲取出来的 白痴状态 那就是 但是修 修炼的人修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这个状态不是白痴状态 他是零零零零零的 他能觉到 他就是不动 不动一个白痴状态是两码事 他是 他知道 他一切都知道 他就是不动 他就能定在那里不动 他不着相嘛 他就能把他看空嘛 看成梦嘛 所以所有的佛学 他就是让你修 背静不要起心啊 起心动念啊 绝躁啊 对内不要起心动念 你不要动啊 不要着相啊 所有的事情 他就这样修修修一天 就成功 因为你想象的那些 在你头脑里边转来转去 那的过去未来都虚妄的 而且你完全活在自我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 就是说你再聪明 你也逃离不了自我的 那生生世世的那些信息 最终你就是在那碰撞提取 提取就是这样 就是你始终是自我的 破这个自我 就成道理 我们被困在这个互联网里面 很苦的 困在自己设立的过去未来 现在的互联网 你真的当你过去未来 消融的时候 那一刻啊 就是这个过去未来 一下子开始消融的时候 两边都空的时候 就六根六层都空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你从一个 就像一个蜘蛛网 你一下子溜出来了 就从一个网络里面 给逃出来了 你真的有解脱的感觉 就是 控住你了 没有东西控住你了 不管是你的身体还是心 你就算你病你也没关系 你都觉得 根本就动不了你这个世界 就是你就是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 然后你在修 修肉体也罢修气脉也罢很快 你愿意修的话很快 你学其他的东西啊 你都全是服侍了 你学这个世界 你不管你涉猎道教还是佛教 你涉猎东西放在那儿 你全是站在一个 因为你从里面撬出来了 你都是在服侍的 就有容易了 留意看 只是你愿不愿意做了 因为这最撬出来的人 他其实是没什么事可做了 就是他不太在意了 就是 为了甚至很多学都 也为杜众生而做了 因为没有他特别爱好的东西 就是 做也行 不做也行 就是他要做真的是为了救你 就是这样子 就是为了杜你做了 杜你学那么多知识咯 假如你是唱歌的 他去学唱歌了 因为为了跟你接触 为了杜传你 而且过去未来 当你 就这样继续往下走走走 自然会出现 消融的时候 时间一消融 空间也消融了 你就不会觉得分离之苦 就是不管你跟任何人分离 你都觉得 不管他去了千里万里之外 你都觉得就在这 不是你有天也痛 是你感觉没有时空 没有空间 你不会有空间障碍之外 就算你天也没打开 他去了北极 你也感觉他跟你在一起 就那种一起感 就是你 可能你并不能看到他 但是你感觉他就是跟你在一起 没风离之感 没这个苦了 因为事况没有 事况在你的头脑里不存在 就是这样 所以苦就解脱了 就这样继续往下走 往下等 你就继续 你安住在那个状态往下等 就会 就会打成 但是有一些 为什么要去行善法呢 或者什么 因为不是你能等住的 有些逆缘就开始来了 那么是你行善法 等于是了缘嘛 第一是了缘 第二是报恩嘛 你还要报恩 因为这些东西 没有佛菩萨教你 你是不懂的 你永远不知道 所以你要敢 要把这个法传下去 救度更多的 帮助到更多人嘛 否则我们也解脱不了 我们要 因为大家都是你的兄弟子妹嘛 就是生生世世 都是你的亲人 当你解脱的时候 你要 因为报恩 你要告诉你的亲人 让他们也能跟你一样解脱 表面上是报恩 其实难道你 你不愿意传下去嘛 把这些你学到的东西 是吧 让它消失嘛 在地球上 就是要不报恩 你也愿意做 每一个人 当你真受益的时候 你会做 就是把所有的马门 还有你你受益的东西 自然的会 就传播下去 留给后人 他们 空在里边很辛苦的 你如果能解脱 从时空里解脱出来 这个世界的那些东西 我真的是 没法比 你就算住在一个别墅 开着一个法拉里 你每天吃的什么东西 你真的是 你看上去会俯视下去 你看到是什么感觉呢 你真的在解脱那一天 你突然看到人道的 就是那种 红福齐千的这样 坐在那 坐在别处吃什么 海参包 什么最好吃 世界最好吃的 你感觉就像一只小猫 你给了它个碟子 你放了一条鱼 放在它面前 正在那 哎呀 这个很享受 正在那很享受 就是那种 就是我们被困在那个里边 不知道自己多辛苦 这猫是不知道自己辛苦 狗也不知道自己辛苦 他觉得做宠物已经是开心的不得了 但是他只能活十几年 只能活十几年 而且他其实是不自在 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主人手里 是吧 主人今天不要他 他就完蛋了 是不是 我们的命运又掌握在谁的手里 就是你不自在 不自在的时候 你就左右不了你的命运了 所以我们会说 人有代行祸福 只不过是没办法了 大家无奈了 不说哎呀你接受吧 人有代行祸福 是因为你 你掌握不了你的命运 是不是 找空谁不想 但是你 除非你撬出时空 除非你真的成到 但是你要成到一开始 尤其初开始 那个代码消失前 这一段世界是最辛苦的 辛苦到哪儿就是你要放下很多你的执着 就是该忍的要忍 该揉的要揉 该了的要了 该放的要放 该舍的要舍 该做的要做 什么东西 就这一段最苦 一开始这一段 因为你完全是一个繁复重生 染了很多喜气欲望 因为放的时候 你跟你的喜气欲望 开始有冲击的时候 那种难受啊 甚至到最后 你觉得在刮不了度 觉得哎呀 为了佛我佛法我 还不知道能不能成 我这么辛苦 我不做了 我不干了 但是一旦你放下 哎 有点定理 哎 禁止 刚开始有点 其实也不是很 就像你们就很心很简单 就是就修得已经 在不知不觉不觉下来 就是有些 就带着走走走走 已经走到那个点上 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放的 就像你没痛嘛 你就不知道 有些人他已经在发了 但他你没有戒律 我们这儿没有戒律 没有说让你吃戒 没有告诉你 但他已经在吃 为什么他会 因为他 他进入了那种状态 只是他 他走到了某一点 他就需要那些东西了 走到了某一点 他就需要那些东西 你让他齐钱告诉他 你要那样 他不会做的 他每正到一点的时候 他需要的时候 他自然自己就去取 他用你告诉他说 你这一点你要放下 他自己就可以做 他没到那个时候 不是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